参透了台风来势汹汹 可以看到他目前的位置是已经来到了台湾南部的海域 预计明天就有可能会登陆 在唐飞来袭之际 大人不在家是不是可能会引发民众的不满呢 就有许多民众不满意说 昨天台东县长饶庆林怎么还在国外意大利进行参访的行程 因此他今天早上也紧急的点快回到了台湾 来坐镇灾汉应变中心并且举行台风汇报 让我们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那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第一时间我们就把在意大利的官方的预定的行程 全部走完之后 那我就立刻回到台湾 那来赶回台东来主持防灾会议 在这段期间我非常感谢台东县政府 因为我们在防灾运作上的机制相对成熟 所以在这段期间我也都随时保持着联络 跟我们县政府的同仁保持联络 那希望这一切都能够平安度过 大家都能够平安无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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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